为什么不回望 因为西拉雷美国跟共和民国说 这个组织是按照国际法来的 你不能动它 所以你如果有事情都35万 我叫林志胜 祝全部责任 我跟他说这就命了 你不要担心说我会反抗 他们做这样子 从2005年开始 2006年开始控告美国 我到今天活得好好的 一天都没有去做了过 难道我不怕吗 我也是人的 我也害怕 刚才开始我也害怕 我想说我会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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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昨晚一天坐下 美国亲我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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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正确的 每一次我在美国 我会在美国经过的话 2005年7月20号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assport 我跟了一个全版的广告 开10万公里厅 那年转很多企业给他帮忙 点多一个人30万 我不敢多收 找企业帮忙 Washington Passport 马上有人去问国务院 在美国的标题下 What are you doing? 你们在干什么? 我问美国政府你们在干什么? 我以前那些人的头前面 黄冠民也在美国经纪委员说 要求美国政府改变一中政策 美国国务院 也复国务院出来说 黄冠民他们那些爆炸 他告诉我 No! 我们美国不改变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 我们跟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这边 美国国会怎么回答,no common,不予置评 诶,有眉目耶,所以过了差不多一年了 差不多差不多一年了,我们开心了 那个时候我孙佛罗斯治疗,佛罗斯治疗 佛罗斯治疗和新闻症,那时候新闻症 新闻症和今天的化症新闻症不一样 因为今天发的那个身份证啊,是按照美国的指示 我们先成立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我们参议会通过 州政府通过,州议会通过,这个合法 那时候我是叫建筑就他发了呢 帕斯波多花1,500 有人去问美国中,那个美国国母人说 哎 台湾有一个林某某发这个了之后 台湾民政卫的这个 民生人比较台湾民 那是我自己自己个人拜的 所以没有去市场嘛 有人发那个PASCORD 你们有什么见解 你说no comment 我就说对了对了对了 美国如果说no comment 就是说继续走 继续走下去就对了 所以我就继续走下去 走到今天了 美国组议说来来来 你要发声认证 你要发PASCORD 请你按依法来办 你说早说嘛 那你不要把他告说 我要怎么办啊 由你们要先成立内阁 成立众议会参议会 所以在古年7月4号 在华盛顿DC 他给我们英国用大楼 说按你们台湾民政卫 挂在这里 那不错耶 那个地方很不错耶 我虽然我没有去啦 因为我不能去啊 我没有护照啊 他说你让我性子出现了 我不是 我是因为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所以我没有护照 美国呢 我说我没有护照 我不是中华民都去护照耶 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护照 我就是不叫我美国的人 我是台湾人 我怎么护照 他最近美国跟他说 他在给他改冠 我如果叫改冠 你自己都护照 这改冠我现在不能够 没有两个的改冠 那现在护照就发 发言就出来了 那两个人的东西啊 很好的 其实我们 我从2006年台湿啊 提供这个台湾的国际地位 更清楚 所有在我周围的这些朋友啊 没有一个人离开 这是我真的很骄傲的事 我有两个朋友啊 拿着护照啊 没有经过的话 我同意喔 听清楚喔 一个队里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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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闪关 银上队里滚到的 跟他说 兄弟 我现在呢 要去关闪 然后教育要去问 没有啦 我拿一份护照就要闪关 那一个队里滚说 我在北海道 我干嘛 我要去闪关 我跟你说 那个是真的是 如果他们两个去闪关 而被美国或者日本政府抓去关 我会遗憾一辈子 他们闪关了没有 他们闪关了 先说一句好不好 那你去闪美国的 讲日本的 去北海道的时候 那个护照里滚出来 你看 尽管是要台湾民政 打开 你看看 放了台湾民政为一个旗样 那我们那裴民政为一个旗样 每天日本的海关 十几个人喔 全部都围过来 你怎么有这一本 我们台湾民政为一个旗样 我们台湾民政为一个旗样 我们这个组织还没有 开始叫建杰成立了 但是成立的时候 我有用台湾民政为一个旗样本 这一百岁到四个国家 因为联合国有一个一百岁到四个国家 我一百岁到四个都给予访 有两个国家给我们回应 那这个北海道喔 喔 都围过来 把他拨打开 他说什么 那两个人啊 林先生 我们愿意让你进去 但是因为我们的外路上 这一本路上还没有承认 你身上还没有其他的东西喔 有上片的就可以过 你愿意让你进去 他说我有啊 他说你有啊 如果有驾照 他就可以驾照了 可以可以可以 用驾照 用一条杂把它转到银子 让他给他 百岁到四个都对不对 安全过分 他什么行李时论喔 他跟我说的喔 你可以问他本人喔 你说对着那个民政府这支机子 九十度鞠躬呢 用我们很敬佩你们的这种精神 去美国的管道的那些不够似乎 去关道的那些 他说 他说这样啊 我们一样让你进去啦 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申案 要一个证明嘛 我们这位先生 你知道吗 当先生嘛 拒绝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就只有这边护照 其实不可能嘛 他要经过台湾的那个 中华民国的海关的时候 要有你们 带你带一份吗 那不是 或者你们要出口 他说 没有我都没有 我是觉得这个 他与时不同 他说怎么 他说 他说你这份啊 法 法 法有几份 你说一千多 那你们这个 这个图是什么 Gradio令 给你们顾美国的那些 美国政府就会说 那些开关啊 很客气啦 你说喔 国务院还没有通知我们 说承认 你现在有没有证件 我们还是愿意让你进去 他就坚决说 我没有 我跟他这边 他就要 各退一步啦 中国证件嘛 什么都没有 亚洲这个地方 你有想要去哪里玩吗 他想一看 不然韩国啦 美国 把他拆去 往韩国的飞机那一步 所以踏远回来 踏远回来 我转了一趟 韩国之行 他要给你補票 那没有啊 他在那边就会 所以 这口徑说 你如果照国家的法 照法理来 三米人对 都没赌 不能给你干嘛 啊 那过去都给国民 都给你補 你 你怎么叛变啦 叛怎么叛变 今天是他叛变了 我们叛变 搞不清楚啦 台湾这些土地 是台湾人的 这是政理委员的 法庭说 所以 我们大家 在肩膀里面 要很清楚 大家知道说 你是什么人 说到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台湾 今天 因为十十分 十十年 那个口徒 去到中华民 去到中国 那边 我昨天跟你说 那个故事 生物界来 也有同样情形 好 你那些 船鱼 红身的 螞蟻 专门 专门 你戴那个 山蟻 戴蝇的 红身戴蝇的 那些 给它驾驶 还将它的铁蝇 掘去 自己的红身戴蝇 走去 对风 山蝇的 那个 巢穴 将它的铁蝇 给它铁蝇 给它铁蝇 那些 给它铁蝇的 那些铁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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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铁蝇 那些铁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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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蝇 就是跟它铁蝇 拒绝 跟它合作啊 问题是 台湾人 有没有 那个勇气 敢不敢 你跟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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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你要 你要 我要 所以我經常講這些 你們這三天以來 都很盡情 這三天以來 你們比較受訓的 不管是宗教學也好 不管是那個學運 講的這個 以前歷史的這個過癮 在禮拜那裡的事情 那個創作你講的這些 都是你在外面聽不到的 我相信你這個暑假 因為這一次的夏令營 被豐富不少 現在我們所講的 你在這說聽到的 請你訴苦 我沒有一定跟你講 你一定要按照我所講的 我跟你聊天說你要是嗎 你要想說這一些 在這個台上講的這些人 講的會對還是不對 你要有判斷能力 因為你馬上就要二十歲了 你要有自己的補充 因為我們第一期 剛才秋冠的蔡總理 就要來主持我們這一次的捷訓 他捷訓一到樓下拍個照 拍照的時候 請盡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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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整理一下 等一下我們這裡 各一結束 就在樓下拍照 然後就結束今天 同時呢 我們的下一屆 因為這一屆我們是從七號 八號 九號 爸爸说的应该是8号 9号 10号 所以他就下一届子加上14天 22号 23号 24号 所以他第二届子下令 欢迎同学们鼓励你的同学 共同参加 这参加真的是对于台湾历史的 重新一次的review 跟重新的学语 非常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师弟 一阵 敬礼 不要走不要走 那个太空几个小 那应该是说 对于迪迅的好 这样的时间 不早 而且太阳就是 的 还是 我 这 主持人 参议长 还有作为长官 以及我们第一届大专院校学生的夏令宇的同学们 大家欢迎 大家好 两天拳的夏令宇我相信我们的特定安排非常丰富 很多用心 像这样接触的那样一直都无求 无效 大家坐在这个地方 可以从头到尾 全身来听讲 听这个讲库 这个情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态势 当然有的说哎呦 我听得到这样 无聊无聊 想要睡来就是说 要来这样帮忙一下 这种人命 这种人命 要求一个人一种精神 听一个演讲 一定是用一个时间的感觉 台湘是一十分钟 很全身听的 后来就开始太胖太晒 他说有 我自己来的 那我的同学不知道去到一桌 这桌之后就怎么办 刚才怎么办 我男朋友还是我女朋友会想 或是想起都想起 特别是你们这二代的这二代 没想到以前 我以前生活比较困苦 经济很困难 对我们说过来 听到说四万多一块 四万多一块 人家如果有一百万 本来是一百万很好的 但是这四万多一块 准备好 四万多一块 一百万准备好 他就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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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手变好 从好好的人变三恰人 那生活就很困苦 所以我们那种关键年来 我这六十六月 一九四六年出息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年 八月十五是中正 准备好我们三十四年 我们两十六年 都老准备好 一个事 首先 想想一下 尝尝落殘以外的時間 人的時間 我還記得我的特征的時候 是要在鎮腳坐火車坐一小時 我走路走半小時才到達後 在鎮腳走路到車頭 二十分鐘 又坐火車一小時 又落車了 又到達後半小時 又一小時又五十分鐘 所以這一點點到五十分鐘 是我要達車的時間 要達車的時間 是哪走哪走哪看 food 以前很少車 像英文一枯一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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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走二條 又哪走哪回最重要 哪走哪走 只有英文 跟車上也專心達車 下車頭走路也是哪走哪看 哪看英文還是達誰 一直用這個時間 他們會這樣 下課頂到前面開始要做行為了 拜來禮拜要一順山下山 我們有像現在說 哇 都沒有在做山 還不在做行為 還不用把剩下道三天 全身要做這個 但是時間前的電話都沒做 時間前的一天 電話都沒做 最好最好 很久的電話都沒做 所以我都想說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不像我們那種頓的艱苦 所以也不像我們那種頓的時間 但是我相信 這邊你來上課了 已經你的腦海 已經植入一個東西 這個新的觀念 這個新的觀念 讓你們知道 你們的質疑會不會做到 你們的質疑會不會做到 我們要做什麼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頭生 你想不想 張書啊 老師有跟你們說 你們想要做什麼 你想 你們想要愛什麼 你希望說台灣的變我們做 我們大家都說 我希望台灣的變得好 我相信每一個人說 對很多問題 不能往外面的做 民主黨政府啦 民主黨啦 經理的改革啦喔 還是選到 不能買票 說很多 就是說今天最後的目的 我們最後的目的就是 就是說要有臺灣成為一個正常發展進步的國家 我請教大家 我們也變成鄉人變成一個正常發展進步的社會心 我們要做什麼事 我感覺想想像這樣做的整理改變 這部分是我的改變 不可以說有錢的判身沒有錢的判死 包括選議制度的改變 人家再來就是經濟改變 包括財政的改變 再來就是社會改變 社會文化要做改變 再來就是改變改變 那要進行政治改變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解決的人材 可能考慣者老後之後 絕對是不夠 所以希望說我們各位十多的地界的合聲 是我們的最好的精英 是我們的補貝 一定要開始 從今天開始 你想說你的説言在哪裡 你的説明在哪裡 我們重點開始 但是呢 那個注意的層面 你注意你踏車的時候 你注意的層面要比較看的 你關注的角度要比較看的 不是說你這個行業 你應該關注的角度 社會主義 政治 經濟 社會 法律各層各層面的東西都要 都要去瞭解 你穿你的資本 穿你的地性 地性 地性整個貴的心 就變成你的cap 這個cap 就是humancap 你的人力資源 那你每一個人 我們台海比以後 平衡比以後 政治的社會心 已經有十八分的呼吸 就你做十你就能做十 那你就是一個 有靈靈的人 是一個人材 人材 人材改經 當然是很多方便 但是人家的政治領土人材 他需要什麼呢 他需要政治誠實 思思思 不想要拖延 不想要這樣 讓人好 有這個感 就是來最學會心 也是遵守時間 要先規規矩 規規矩 規規矩的 來做你愛做的工作 所以要誠實正直 這是最根本的 誠實正直 再來就是說 要這個什麼 要有這個 穩定的情緒 做一個靈靈者 要穩定的情緒 你不可以隨便發脾氣 不可以 做 這樣 什麼 取鬧 無理取鬧 不可以 無理取鬧 不可以隨便發脾氣 穩定的情緒 造成一個 這個很重要的 靈靈者的 一個重要的 做一個幹部重要的 引手機 在哪裡 我們現在一定要有正向能量 什麼叫正向能量 什麼叫正向能量 凡事都是往正面的方向去思考 去採取行動 去採取行動 你採取行動 很多人不可以做過主管 還是不可以做過領土架 但領土架 要做一個心目的領土架 一定要有正向能量 人家說 要怎麼做好主管 做一個好主管 就是說 把你的保障 做給他看 跟他怎麼做 做給他看 再來給他做看看 做了什麼 不管你做了好 不好 要把悟論 要把悟論 要把悟論做得不好 其實缺點 你想悟論說要去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是這點還是這點 再做一次 跟他一年生 就要怎麼做 就要怎麼做 好 悟論這樣 這樣一步一步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管是我們的延訓班 成人的延訓班 就是我們大專學生的夏令營 隆時為了要訓練 我們民政府的幹部 我們希望每個人 要對這個地方來注意 所以這是正向的能量 再來就是要有執行能力 規劃能力 執行能力 要有罪氣 充滿熱情 什麼事情做成功 一定要有熱情 怕你來 如果我爸爸叫我來 如果我媽媽叫我來 我本來也沒什麼處理 他們就一直說叫我 就要來 我就不得不我就來 最近不得不就來的時候 我就給你全心全力 發揮你的熱情 你要轉變你的思想 喔 我很難得 可以接受這麼好的東西 這是福音 福音 可以接受這麼好的東西 把你從進以後脫台換國 把那垃圾對立的脑海裡面 慢慢的清除掉 然後裝進精華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這個歷史 正確的思想 產生正確的信仰 產生正確的偉大的力量 為了台灣拼聲拼聲 這樣 你本身可以無精力的成功 然後也可以保證說 台灣的檢討是公民 然後你的空島 你的媳婦才不會給我們剝削 你跟我們的子孫才不會給我們壓迫 過去五十年給我們壓迫 不要說五十年 四百年來 四百年來 跟五十年以前 我們就看不到不知道 那就算了 但我們看的就是 在五十年以來 那個壓迫跟剝削是 是前所未有的 有史以來前所未有 會有的 那個永山洞的那種很風 蘇聯共產黨那種惡劣很風 帶來到台灣 把你拼聲 把你抗拭 透過政策的 制度的 剝削 壓制 人家到處那種教廟 把你抗拭 你不能歐皮想 歐皮說 想就不可以 說就不可以說 這樣說就不可以 這樣說 在那裡要抗 看他 看他 看他現在 有很好的原因 在那裡可以 做法師 要跟他講 因為經過學運 這學運二十年來 台灣的進步 這方面的進步 是神術的 但是各位不知道看嗎 就剛才十年前 過世才告訴我 從此以後 這個校園裡面 不要再有校園特務 十年前 十年前 七十年前 從今以後 校園不再固執什麼 國民黨不再固執 校園特務 已經沒有回安 就是 所謂的思想 這個檢驗的 這個檢查的 這個小組 但是呢 教官還是一樣的 那些教官 還是裝了 國民黨的 這個傳統的 這個壓制 跟這個殖民的思想 在那邊 名為福島 其實是在控制 其實是在監督 其實在考核各位 趕快嘛 只不過說他說 從此以後 不要再有所謂的 那個職業學生 在校園裡面活動 那可見說 十年子庭 他還在布建 還在布建 還有很多職業學生 只是我不知道 或者說 職業學生所寫的報告 已經不像過去了 當然 各位沒有這個經驗 我在念台大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 就這樣失蹤 從美世界 不遠離開那個 不遠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學長 就不見了 從校園被帶走了 他不是從家裡被帶走了 我一個學長 我剛開始 我進到台大的時候 我是政治系的 我因為年輕的時候 一直想要當做一個政論家 政論家 我的論書我寫得很好 那我的那個導師 高中的導師 非常鼓勵我去當政論家 所以我就考進 我就第一次念 應該說是很前面的次念 考進台大的政治系的政治理論署 但我們台大政治系 政論理論署 我進去的時候 我們是一 我是一年級 然後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又 從不同的 不同的年級 有學生 合成一個班 那有一個 有一個班導師 那班導師 在辦活動的時候 我因為都打橄欖球 剛好在集訓 在比賽 就沒有辦法參加 結果班導師 就派學長來找我 你怎麼沒有來參加我們導師的 這個 那叫做陳賢進 陳賢進 那陳賢進 在那個彭恩明 離開台灣的時候 他是他的學生 結果就抓去刮 就不見了 從校園就這樣消失了 正在一個先進 進步的社會 是不可能的 但在台灣就這樣發生了 而且他跟我 後來我碰到 在街上我碰到他 他說你是大膽 很多同學看到我說 畢左右 不敢跟我見面談 你竟然跟我打招 好既然你這麼有意思 我就跟你談 他說他被帶走的時候 就被蒙了天賦 綁起來眼睛都看不到 然後再到一個吉普社裡面去 那一出了校園 他就一直照照照照照 事實上到 我知道說他把我帶到 青島東路的監獄裡面去 去審問了 審問以後 大概給他關了幾個月 關了好幾個月 然後查五時正說他有這個幫忙 同明明老師的這個 出逃的這個過程 所以就放他出來 那放他出來以後呢 一直受到監獄 他就沒有辦法再念書了 也沒有辦法再出國了 結果他只要去做生意 去做生意 那當然我是很懷念 就是說這樣一個好的學長 後來真的很挫折 他本來是一直都是書卷獎 在台大念書卷獎都很優秀的 我說你們大家目前都感受不到 這一些壓力 但是我們在那個年輕的時代 從我進到台大就一直感受 這樣的壓力 他覺得非常不平 那像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因為職業學生是辯護全世界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就 不管在哪個學校都有職業學生 就被打小報告了 我第一次去的地方 我受不到我女朋友的信 女朋友受不到我的信 第二次我去我已經結婚了 我受不到他那的信 他他也受不到我的信 後來我就把這一段寫出來說 某些人哪些職業學生 結果我在2007年要告 告我這個誹謗 他加重誹謗罪 我就上法院 告他2009年的時候 我賠多少 賠50萬 不但要賠他民意損失 還要怎麼樣 還要登報道歉 我最會把那件事稱報道歉 明明法官有一個法官 私下的他不在庭上講 我看你的書 很同情你 那是有的事 一定是他是職業學生 但我不能判你沒有罪 不能判我沒罪 你說到這種程度 法官有沒有自主性 沒有 這個法官不像我們年輕的法官 現在可能年輕法官就不會這樣做了喔 那因為他年輕太大了一些 他知道上面會有壓力嘛 所以他這個情形 我不能判你沒有罪啊 我 你本身也沒有罰舉證 我當然沒有罰舉證啊 但是舉證應該是 檢察官或者法官 去找這些我怎麼知道 這是體制的問題啊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想當然了啊 而且我是合理的華裔 有什麼不對 我主證我是合理華裔啊 我合理華裔你們是這些 所以我才會被打小 我總是有這些是真的嘛 那我是合理華裔 那些人是直接性 因為他會閑形的問題 但是不管怎麼樣 法官不敢做主啊 他一定要判我的無罪 結果就平擺了屬實五十二 已經很 世貌已經很監固了 還有屬實五十二 心有未肝 神是心有未肝 所以我們希望說 將來你們要充分地了解到之後 作為一個被 這個殖民的 或者被統治的階級 我們非常的有不公平的待遇 這樣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 將來不希望再發生 那要不希望再發生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透過對民政府的絕對的支持 絕對的支持 然後努力以赴 來達到我們這個法理監國的目標 有一天只有有一天 等到我們法理監國的目標打死以後 是我們自己台灣本土台灣人 來統治這個我們的土地 我們把一切的制度都建立好 然後我們的官吏都是清免的 都是努力以赴為人民服務的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像我們今天早上說 我們要做哪裡哪裡不好哪裡不好 什麼環保物理不好警察會怎麼樣 或者是政府官員會貪污苦化 然後公共工程做得不好 所以財政發生很大困難 注意此類非常不好的現象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 要實現我們的目標 我們不是坐在這裡講話而已 不是坐而已 重點是要起而行 這起而行是我們一定在行動的 但是我們希望在座的各位學 在座的各位學 把我們這些老師所講的話 放在拿法裡面 好好的去思考 好好的消化 變成你的思想 然後呢 希望你們能夠完全了解 我們這個法理論述的主張 然後呢 回到校園去 就變成一個一粒種子 這一粒種子呢 能夠影響到你的同學朋友 多多少少讓他們改變一些觀念 讓他們有真正的這個真正的知道知識 然後呢 也跟你一樣來這邊受訓 然後呢 能夠有更多的人 來瞭解到說 我們今天台灣主建的將來 跟台灣地位的 台灣地位的這個曖昧性 還有我們已經為這一條路 開出來的一個光明大道的 這個整個未來的這個規劃 那麼請大家一起來 為台灣的這個前途來努力 那我們在今天這個 結訓的時間 時間也非常充足 兩天半兩天多一點 就這樣的快要結束了 我們非常感謝各位熱烈的參與 非常感謝大家 在這麼適合的天氣裡面 也坐在這地方兩天多 並沒有打退堂口 所以 這是一個這個堅持呢 就代表說我們的未來應該是 有前途 也就是各位的 各位同學的這個未來 也是非常光明的 從這一點開始 希望大家 能夠繼續努力下去 那有什麼問題 隨時回到這個地方來 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 請教我們林秘書長 或者我們各級長官 那跟大家做溝通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來為止結束 那這個 敬祝各位同學 這個 學業進步 就像我昨天講的 一定要努力你的功課 你的本行一定要做好 學業進步是非常重要 然後身體健康 然後能夠為台灣 民政府做最大的貢獻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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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旁邊的那個 做的都幫忙拿到活上 然後我們文中以後 在大門口拍照 拍照 打平 一直打平 打平 以後放在座上 對 就這樣 謝謝 打平 放在座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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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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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